竹山镇有一位面包师傅 为了要推广当地的农产 利用地瓜、火龙果、竹笋等农产品 制作出口味独特又具有在地特色的面包 非常受到消费者喜欢 不仅直接受益农民 也让他的面包深受当地民众的肯定 将竹乱的地瓜加入面粉当中 在道路线内随后放到打面积上 利用机器均匀的搅拌 竹山镇有一位面包师傅 儒化于为了协助当地农产行销 仔细研究了多项与农产结合的面包 包括有地瓜口味的吐司 火龙果特调餐包及竹笋鞋面包 推出后很受消费者喜爱 而他所使用的鸡蛋 都采用当地友善机场所生产的鸡蛋 不仅协助行销 而且健康的鸡蛋 也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 品城这边是我当兵的学长 在我退伍之后 我要回来这边的时候 他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他在这边也有贩售我们家的咕咕鸡蛋 包括一些祖山在地青农的农特产品 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 然后返乡的青农有多一个通路可以 让消费者就是能够认识这样子 那包括还有我们那个小梦 那画家做的那个明信片的卡 然后他也有在这边做贩售 然后他也是用画出有温度的一些明信片 然后让客人知道说我们祖山在地的一些 的一些文化或是人事物这样子 面包店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为了要协助当地青年农民 卢老板特别设立一个专区 让青农们的产品也能够在这里来贩售 同时也会依照实力 研发以当季农产相结合的面包 我们祖山青农在这边 会有很多农夫在这边寄卖我们的农特产品 像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南瓜鸡蛋 或者是其他实力型的季节产品这样子 然后面包他一直都是用天然酵母的发酵 其实哥他一直都会尽力想要帮助我们农产品 或是青创的业者有些更好的结合跟开发 然后在在地有更好的火花 所以如果不定时来店里总是会出现 不太一样的农特产品跟面包结合的商品 然后或者是跟在地青创业者结合的产品 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看看 也许会有你意想不到好吃的面包 对研发与农产相结合的面包 卢老板表示 有口味较为独特 属于小众产品 但却也很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好奇心 而多数吃过的民众都会再来购买 我目前有跟一些在地小农 像是我们竹山的那个有机的养鸡场 那个小鸡咕咕 然后还有一些像番薯 然后青菜之类的会融入到我们烘焙里面的一些产品 推出来的产品 因为市面上关于这些产品 它的性质不是属于大众化的口味 然后会比较多人会想要试着去尝试 然后也是大家吃过之后 还会觉得不错会想要回来再买的一个东西 原本从事军职的卢化鱼 退货就投入面包学习与制作行列 又会受到祖山青农组织的启发 同时也和许多青农结为好友 感受到当地农产销售的酒精 因此投入农产与面包结合的引发 刚开始并不受到市场行列 但后来也受到青农组织的协助 目前农产特色面包 已渐渐成为店里的招牌面包 记者陈寅志 祖山采访报道